罷免立委 陳柏惟的團體 3Q總部確認第二階段的連署書 已經超過了門檻兩萬九千多份 目前已經把四萬多份的送到了選委會 也希望罷免的投票日 可以跟八二八四大公投的投票日 綁在一起 但確切的時間還要等中選會來公佈 發起罷免立委 陳柏惟的3Q團體 10號上午帶著他們五十多天 在臺中第二選區收集到的 第二階段罷免連署書 送交到臺中選舉委員會 3Q總部總共蒐集到四萬多份連署書 其中整理造冊 送交了三萬兩千多份給選委會 這數量已經超過規定的 兩萬九千一百一十二份門檻 選委會會進行審查 確認資料以及連署人有無符合資格 審查後數量確認超過兩萬九千一百一十二份 就會安排罷免投票的日期 3Q總部希望罷免投票和8月28號登場的四大公投一起舉辦 可以省錢省時省人力 依照陳柏惟在臺中第二選區的選舉人數 二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二人來看 同一票超過七萬兩千多票 並多過不同一票罷免才算成功 陳柏惟當年以空降政治素人的姿態打敗經營臺中第二選區多年的嚴加班 嚴寬很落敗一年半後面臨民間團體期中考 能不能度過罷免危機成了陳柏惟現階段的重要關卡 華視新聞雄木蘭照英光台中報導